除夕夜傳出了好消息 這是商者彭時惠 從齊美醫院轉院到成大 跟丈夫團圓 想狀況聯繫記者張沛洋 好 主播由於今天是除夕夜 那麼其實也有這個 在圍貫大樓倒塌的患者 他們選擇在成大醫院來團聚 我們來聽看稍早 他們是怎麼說的 我是昨天晚上轉的 昨天沒那邊轉過來 對 就跟他一起 他可以幫忙用 因為我現在目前沒辦法下床 那麼其實這個患者 是29歲的彭時惠 以及他的先生 也就是38歲的黃如生 他們其實黃如生 一開始就被送到成大醫院 彭時惠他人是在齊美醫院 不過他覺得說 為了想要跟先生團聚 也感覺會比較安心一點 他是在昨天晚間的時候 是選擇來到成大醫院 來跟先生一起在同一個病房 那麼其實他們原本是選擇說 要在這個住家的時候 就想要來吃這個團圓飯 不過因為沒有辦法 所以他們決定在晚上的時候 在醫院一起來吃醫院餐 那麼他的小孩 其實大家都可以很印象熟悉的 就是他的小孩 可能是昨天在這個齊美醫院 1.5歲的這個小男孩 被送到醫院沒有人顧 那麼稍後其實這個彭時惠 就被送到了醫院 那麼他的兩個孩子 現在也被送到這個高雄 給婆婆來就近照顧 那麼雖然他們身上都還有傷 沒有辦法那麼快出院 不過他們覺得說 現在身體健康最重要 那麼雛性的這點 讓他們最開心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把時間交換給棚內主播